来新疆 一定不要错过 跟这些草原的真正主人来一场亲密的约会 沿着朵库公路的中段 继续往北走 首先看到的是巴音布鲁克草原 是无尽的牛羊 在雪山脚下悠闲的啃着内草 但是这里不适合久留 因为更好的风景还在前面 看前面的山了没有 翻过那个山顶 你就能可以看到真正的那辣级草原 哎呀 早上漂亮了 我都不想开车了 我想先来走 但你看到这个仰蜂牛的雕像 那就说明离空中草原不远了 看我的后面了没有 就是那拉提的空中草原 我们现在到那个观景台 能看全景 从高处看 这里就是一个群山环道的陪地 我找到了一只非常独特的小羊 你看到没有 它四个角是黑色的 黑星星 对 花了十块钱 买到了T知识小羊合影的机会 哈喽 来 叫一个 没 没 没睡醒哈 睡醒了 它放电话到时候跑 我想跑得可快了 哈喽 这个没满月的小家伙 一天能赚好几百 怪不得这么自信 告别了骄傲的小羊羔 继续往北走 给牛大哥绕了道啊 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春落 在这里可以骑上马 穿过森林 一直登到离学很近的地方 我们从山下骑了一个多小时的马 到了这个山上面 山的中间也算是 这有一片雪 再给一个 站在这个角度 还能看到整个 那那其天空草原的前景 高山草原的天气变化无常 一转眼就乌云密布了 这云马上就飘过来 下午到我这里 放心吧 牛刚吹到一半就打脸了 雨滴落在身上冰凉翅骨 便来是要躲雨 着急往下跑 可是看到人家一个小牦牛犊又走不动了 正得牧民同意 我们有幸跟这个刚出生的小牦牛犊来了一场亲密接触 哎呀好俊 他有他有眉毛 看到没有 他眉毛好深的颜色 小猫也好 好听话 这个猫 下雨了 还有小羊 这小羊也好乖的 这还有一个 这个好看啊 刚刚 这个羊也很漂亮 雨越下越大 热情的大姐邀请我们去他的蒙古包里避避雨 这个小猫比刀了幸福哦 对吧 那阿鸡草原是你跑 喜欢他跑的 跑的 跑出了还有家 你们羊做伴 你喜欢挠下巴吗 我们家有个猫喜欢挠下巴 你看你烤炉子烤的糊子就烤完了 你看他 对他烤炉子烤的糊子烤完了 去这家里 整个娜娜机场就是人家门口 多好吧你说 拜拜小猫牛 拜拜 谢谢了啊 我们走了啊 拜拜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来信要一定要戴件厚衣服